马华党员 我也欢迎所有的马华党员 这类出席这项对话会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党中的领袖会到各州 听起马华党员对党的个性的看法 我们怎样重整 振作 怎样改革来面对未来的挑战 我们分配了几个工作 第一是要加强负责我们整个党的中心思想 理念还有心理战术跟年轻人的工作 以便能够让党在最辛苦的时候 一些新的意见跟看法 来调整党的步伐 我们在座桃跟大陆过中 负责整个党的组织改革 跟品牌的塑造 以便能够确保党的组织改革方面 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 大陆志勇也在负责整个党的组织 这个资源的管理 包括在未来如何经营整个小区 服务跟发展 我们也进一步的会讨论 马华在国阵的定位 那么如何确保 马华在国阵 政府里头继续办理好 我们的工作 除了出席这个行为对话会 之外提供意见之外 大家也可以从我们的网站 马华的网站来提供我们的资料 transform.mca.org.my 我们成立了委员 这个所谓的革新委员会过后 现在已经迷出了革新的大纲 结束下来我们也会 举办更多研讨会 跟华团 跟非官方组织 我们会把大家的意见 那么偏测成整个工作的 这个方针 迷了一个蓝图过后 我们会 举办一个对外公布蓝图 的一个展览会也好 或一个发布会也好 让公众人士也可以继续 或者是党员 能够继续提供更多的意见 那么最后 我们才会交到中委会 中委会如果能够接受这个蓝图过后 我们将会提成到 12月21号的马华中央代表大会 所以我们将会用 三个月的时间到八月尾 收集大家的意见 那么从这方面呢 到九月十月 中美会通过后呢 才能够提到中央代表大会 以便我们能够来完成整个 马华改革的这个工作方法 中央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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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代表大会